大家好 我是安爺 歡迎收看小安爺大俠客 今天我們來到地靈人節的中正區 有一間餐廳它的店名非常的優雅 叫做廉德品樹天地 它這家店除了餐廳好吃之外 我跟你講 它這個店的房東 讓我覺得很感動 為什麼呢 因為這家店的歷史 它以前都是在做素食 從早期的素食超市 又到素食的自助餐 然後之後又到咖啡館 然後到現在的廉德品樹天地 這間素食餐廳 它除了有賣中餐跟晚餐之外 它還有豐富的早餐 而且附近的上班族也很喜歡來這邊買它的便當 它的便當的菜色真的超豐富的 那今天就跟著安爺一起進去 看一下廉德有什麼好吃的餐點吧 OK GO GO 我們現在已經到廉德品樹天地入座囉 一進來就會發現它裡面的裝潢 真的是古色古香 有滿滿的那種中國禪風的感覺 這是它的Menu 它的菜單非常的豐富耶 裡面有火鍋 然後又有麵 又有義式的焗烤喔 還有燉飯 然後還有炒飯啊 燉飯啊 還有拉麵喔 而且甚至它還有紅燒臭豆腐王子麵 哇真的很特別 它的餐點可以說是非常的多元化 我們今天點好餐囉 現在就等它的餐點上來囉 在我們要吃正餐之前呢 阿尼要先特別推薦他們家的麵線喔 它的麵線啊 它的勾芡呢 不是用太白粉下去勾的 它是用蓮火粉 有沒有聽起來超健康超天然的呢 OK 它這個紅麵線好好吃喔 裡面又再加一點辣椒 吃起來超香超好吃的 而且我特別講一件事情喔 就是它上面有這個排骨酥 這個就是排骨酥 安爺的頻道啊 有5%的粉絲 是來自於馬來西亞 也是謝謝你們的觀看 那之前我的影片有分享那個 怎麼做素食的手工粽子 那這個粽子啊 我們裡面就有加到排骨酥 這個就是排骨酥 可能在馬來西亞比較難買到 但是這個食材呢 在台灣是非常的常見喔 有時候會加在麵線啊 或者是一些根麵上面 就會加這個排骨酥 跟麵和在一起吃的話 會吃起來酥酥脆脆香香的 很好吃喔 接下來是他們店裡的人氣招牌小菜喔 先來介紹一下他們家的花生 哇 這個花生看起來每一顆粒粒飽滿 這個花生酥酥脆脆的好好吃喔 夾偷刀最怕吃到那種倫倫的 它這個不會耶 嗯 很香 而且它 我看它有加花椒下去炒 這個花生很入味很好吃喔 推 然後再來就是它的綜合乳味 它這個乳味看起來就色香味俱全 來看看這個海帶 這個軟硬度剛剛好我喜歡 因為我個人啊我吃海帶是很怕吃到那種太硬的 或者是這種太軟爛的 它這個脆度剛剛好 好吃 然後這個速度 非常的入味 然後百葉 百葉好好吃喔 軟嫩軟嫩的 然後感覺它這個滷汁啊 就不會死鹹 吃起來很香很好吃 然後這個樹枝 它這個滷味拼盤 微喔 接下來是他們店的正店之寶喔 這個是紅燒臭豆腐 有沒有看起來 有沒有看這個臭豆腐啊 這個氣孔 真的是超誘人的 一個洞一個洞的 還沒吃 一看就覺得超入味的 這個臭豆腐真的很好吃 它有一點點的微臭 但是呢 我跟你講 喜歡吃臭豆腐的 絕對不可以錯過喔 超好吃的 這個臭豆腐 大推 我突然很心動喔 難怪為什麼大家很喜歡點它的臭豆腐王子裡面 我覺得它這個臭豆腐 真的是扮演了一個很大的一個靈魂的角色喔 接下來這碗是和索烏拉麵 哇 這碗上來的時候 我真的是會心一笑 有夠大碗耶 超大碗的 你看 這麼大碗 然後裡面的料 就是滿滿豐富的料 它這碗單點只要180而已喔 哇真的是 CP值很高耶 先喝湯 它這個和索烏湯 濃而不浴 怎麼說呢 有些那種喝起來太濃了 你知道嗎 會有點苦味 它的不會喔 它這個濃 不是濃湯 它的和索烏湯 好好喝喔 感覺多喝幾口頭髮都要變黑了 這個湯真的超推的耶 哇 忍不住多喝了幾口 然後吃看看它的拉麵喔 它這個是拉麵 嗯 Q彈Q彈的 好好吃 這個拉麵 我很喜歡 它這碗的料真的很豐富 它有蔬菜啊 我剛看蔬菜 又有兩種 就是這種綠色的蔬菜 然後又有高麗菜 然後又有這種素腰花 然後 來,你看喔 然後 還有香菇喔 香菇 然後呢 它還有這個 素料 還有猴頭菇 哇 料真的是超豐富的 然後又有放一些枸杞在上面 哇 這一碗真的是 飲養滿分 超推的 這道是東鹽炒飯 這個炒飯啊 你看到周圍一圈 有沒有滿滿的配菜 超豐富的喔 有玉米 有綠花椰 紅蘿蔔 然後又有彩椒絲 然後結瓜 然後還有南瓜 然後又有木耳 然後又有絞豆之類的 哇 這個看起來好好吃喔 這個配菜清爽清爽的 好吃 我們來試看看東鹽炒飯喔 哇 這個炒飯看起來粒粒分明的 哇 這個東鹽醬的香氣 那種酸酸辣辣的 很好吃耶 而且它上面又加了素香鬆 哇 吃起來口味更棒 最讓我驚豔的是 它這個不只是炒飯喔 你看它周圍很多配菜對不對 它這個炒飯裡面還有一些 小配菜的那種丁喔 吃起來真的是營養滿分 有讓我驚豔到喔 大推喔 連得品樹天地在我的心中 它是一個很優雅 然後又很殘崩的一個餐廳 然後進來會覺得它有那種高級感 但是呢 它菜單上居然出現一個炒泡麵喔 我覺得一開始在我的視覺上還蠻衝突的 所以我決定給大家來點看看 它有一個炒泡麵 一來 它這個炒泡麵還蠻大盤的耶 哇 我點的是咖哩炒麵喔 來吃看看喔 哇 哇 這咖哩好香喔 哇 它每道餐點都好好吃喔 剛才店長有跟我們分享 他們家的餐點啊 有跟外送平台來做配合喔 如果說想要吃這麼美味的餐點 也可以上Uber E 來搜尋連得品樹天地喔 不過呢 安爺真心推薦 這個炒泡麵啊 一定要來現場吃喔 這個現場炒起來 它這個香氣 然後這個泡麵的那種Q度又剛剛好 然後又 蔬菜又很多 我覺得炒泡麵CP值很高耶 來這麼高級的餐廳 然後又可以吃這個平民的小吃炒泡麵 我覺得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喔 這個是醋酸蘿蔔 哇 酸度剛剛好 不會過酸 而且蘿蔔很清脆 這醋酸蘿蔔很好吃耶 尤其是吃的這種重口味的 像那種東鹽炒飯啊 炒泡麵之後 吃這個醋酸蘿蔔 哇 好爽口好解膩喔 大推喔 而且呢 大家只要來連得用餐啊 如果說你有四千千定位 兩二到三人的話呢 他會送一份小菜喔 如果說是四到六人會送兩份小菜 你看你在兔年兔年together 這麼好的一個活動 大家一定要支持一下喔 他們家小菜都讓我很驚豔 包括前面那幾道 真的好好吃喔 哇 趕快定位起來喔 連得品樹天地 他的餐點啊 除了有豐富的中式料理之外 還有義式料理喔 我們點了一個焗烤飯來吃看看喔 那我們點這套餐 現在餐前沙拉也上來囉 而且店家非常的天心 他這個沙拉呢 他有兩種醬喔 有和風醬跟千島醬 哇喔 這個沙拉有美生菜 紅蘿蔔絲 然後又有那個葡萄乾 哇這個生菜很爽脆 很好吃耶 很新鮮 然後另外這個是千島醬 這千島好吃耶 我們點了南瓜焗烤飯 而且我們搭配了A餐 A餐只要加170 有沙拉 有酥皮濃湯 還有飲料跟甜點喔 哇喔 170有四樣選擇耶 喔不是選擇 是四樣都有 這是店家超佛心的 這個酥皮濃湯 酥皮看起來厚厚的 好好吃的樣子 我的習慣是直接把它壓下去 然後就是把酥皮弄到湯裡面 我不知道大家的吃法怎麼樣 有些人是喜歡酥皮另外吃 然後再配湯 那我是喜歡把它和在一起吃 那你喜歡怎麼喝酥皮濃湯呢 底下留言讓我們知道喔 喔 這個酥皮濃湯 人家在這裡看一下 有沒有看到它 沉煙耶 整個冒煙 我跟你講 湯的部分 這真的是我心中最在意的一個點 就是濃湯一定要熱 哇這個湯 看起來熱呼呼的好好喝的樣子 哇 好喝 而且裡面料很豐富耶 它有玉米粒啊 然後那個紅蘿蔔丁啊 火腿丁 嗯 再搭配這個酥皮啊 奶香味 哇讚 南瓜焗烤飯 安爺超愛吃焗烤的 超愛吃那種起司 那種坎西的感覺 這個取烤看起來非常的誘人啊 喔 喔 哇 哇 哇 好香好好吃喔 你看它這個飯啊 絲絲潤潤的 有點像燉飯的感覺 嗯 南瓜味十足 讚喔 它這個起司啊 疊的量很足夠耶 嗯 你看 最喜歡就是這種坎西的感覺 嗯 吃飯好吃的餐點 它的甜點啊 它的飲料都上來囉 這個是美式冰咖啡 這個美式咖啡很好喝耶 這個豆子啊 是店家有特別精選過的喔 推 跟著安爺喝美式 嘴沒錯喔 然後這個是甜點是茶凍 哇 你看這個茶凍晶瑩剔透的 綠茶茶香味十足 這個茶凍很好吃喔 今天跟安嫂來到中正區的聯德品樹天地 吃的真的是超滿足的 我們點很多餐點 但是說真的 我們兩個人絕對吃不完 我們有打包回去喔 當晚餐 為了要讓大家知道說 它的餐點有多美味 有多多麼的多元 所以我們特別點的比較多 但是我們沒有浪費食物喔 我們通通都有打包回家喔 那聯德呢 它除了有中餐跟晚餐之外呢 它早餐也是會非常的豐富 早上六點半就開始賣了 賣到九點半 而且最讓我驚豔的是 早餐不是只有在外面賣而已喔 它除了擺在門口之外對不對 如果你想要在店內用餐 一樣可以來到餐廳裡面用餐喔 早餐時間是從早上的六點半到九點半 那歡迎大家來吃早餐喔 而且禮拜四的時候呢 還有加碼喔 還有壽司 還有那個素素圓 壽丸 真的是感覺非常的豐富 然後還有一些小菜啊 水果啊 大家可以上班經過這邊的話 可以來這邊挑選一下 那除了早餐中餐晚餐之外 聯德它這邊一樓的空間 很大 而且最讓我們驚豔的是 它還有一個地下室的空間喔 這個空間也可以歡迎那種團體啊 來這邊租借 待會呢 安妮也就帶大家來看一下 它的地下室的空間喔 大家看這個素圓的空間 真的是超級大的 如果租人這個空間啊 一小時只要六百五喔 那最少要租兩個小時 那在這邊辦活動的話 真的超適合的 它門口就有一個大大的空間 有一個迎賓處 然後大家來這邊可以報到 還可以簽名喔 書院有提供什麼設備呢 有麥克風還有投影機喔 所以來這邊辦活動很方便 而且更貼心的是 這邊霸台區啊 到時候店家還會準備茶水在這邊 可以讓大家來取用喔 歡迎來到安爺教室 同學們坐好囉 安夜準備上課囉 現場的學員的座位空間 真是超舒服的 如果是要含桌椅的話呢 這個空間 以我這樣目視 大約可以坐五十到六十個人左右喔 那如果說大家是不需要桌椅的話 大家是起地而坐 然後來這邊辦個講座的話 現場容納超過一百個人 是沒有問題的喔 OK 看了樓下書院的介紹之後 大家有沒有對聯德品術天地 有新的認識的呢 這家餐廳真的是CP值超高的 內行人才知道喔 那如果說你沒有來過的話 大家一定要來這邊支持喔 他不僅有賣早餐 午餐 中餐 他還有賣便當喔 然後還有場地可以租借 這麼優質的餐廳 怎麼可以沒有推廣出去呢 而且安爺跟聯德的淵源 其實是蠻深的喔 從他大約二十幾年前吧 那時候有在做素食超市的時候 媽媽就有帶我來這邊買過東西囉 然後呢他有做自助餐啊 然後後來又轉型成咖啡館啊 然後這個素食餐廳又經營了好幾年了 那安爺其實都一直在默默支持 這間素食餐廳 今天很開心 可以把這支影片分享給大家 如果說你也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們訂閱 按讚留言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就下次影片見囉 掰掰 聽說他的紅燒辣麵非常的好吃喔 有客人留言說是全台灣最好吃的 那今天我沒有點到 我下次就要來吃他的紅燒麵 因為我岳母煮的紅燒麵超好吃的 所以說我對紅燒麵也是情有獨鍾喔 煙 jou 好嗎 好嗎